大數據 是現在 亦是你和我們的未來 香港大學生物信息學理學士 運用數據解決醫療問題 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 現今的醫學市場 正急需大量生物信息學專才 現在的醫學數據很多 有基因的數據 有電子信息的 更加多的 講到Telemedicine 譬如說用手提電話 用一些遙遠的醫學觀察 用電子數據 幫助病人做到很多不同的分析 要做這件事 真的需要很多生物信息學的專才 我們香港大學醫學院 這個四年制的生物信息學課程 在全世界裡不多 是香港獨有的 生物信息學的課程 是為不同的學生而設的 有些學生想讀多些電腦的課目 有些是統計學 有些是生物醫學的科目 有很大的穩定性 給他們選擇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醫學院裡面的課程 是真的融合了很多醫學裡面的問題 我們很著重解決生物醫學上面的問題 幾年前我和一個國際團隊做了一個合作 有些小朋友會有很多不同先天性的缺陷 我們可以拿他的基因組 我們可以找到他 哪一個地方裡面會有基因特變 原來他可能在母親懷孕的時候 缺少某種養份有關係 如果缺少這些東西 我可以吃回這一方面的補充品 令到他們可以防止 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你有這個問題 這些是一些 靠生物信息學 靠大數據 靠基因組的數據 可以找到的方法 有些學生想在醫院裡面工作 有些想做多些研究 可能在本地或者外國深措 我們本科的課程都是為他們而設的 生物信息學理學士課程 為學生裝備生物醫學 和運用大數據的知識 令畢業生可以更全面運用醫療數據 造福人類未來